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观察南美朝史 下面我们对他们 我们看到南美朝 他们最终的历史命运 和最终的归宿是不相同的 那么认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要对南美不同的政治结构 做一个解析 我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如果我们用最简方式 来描述南美朝的不同的话 我们可以说 南美朝的历史就是 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 竞争史 在江左政权之中 文化士族占据最优的地位 在前两讲中 我想大家已经有深刻的印象了 他们的社会特权 他们的政治特权 都是非常显赫的 南朝尽管皇权从政 但是在士族门阀 是百族之从死而不将 他们依然盘踞在 社会其他阶层之上 武将和韩人 在士族的压抑之下 难以形成新兴的政治力量 这是我们已经阐释过的 但是北朝就不同 北朝的基本政治结构 有三个要素 第一 异族皇权 第二 军功贵族 第三 国人武装 这是他政权的主干 刚才我们谈到了国人武装 他们由于是统都部族的 和统治者是同胞 都是统一士族的 所以具有强大的向心力 他们给予统治者 给予皇权以强大的支持 皇权也保全 也保障他们的利益 比如利用军天制 授予他们土地 此外 北朝的军功贵族 包括皇族 也由于同族的原因 对皇帝是非常之效忠 北朝的宗室作为军功贵族 他们和汉政权下的宗王相当的不同 我们分析西晋的八王之乱 和南朝的皇族的时候 曾经谈到 利用宗室来强化皇权 是一种引阵之客 大家还有印象吗 但是在北朝就不相同 由于是异族政权 存在着民族充足的压力 所以统治集团的内聚性非常之强 北朝的宗室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 你看北朝宗王作乱 企图篡权 发动各种叛乱 这种事情非常罕奸 所以我在我的波鹏与波谷一书中 我这样描述 说这个皇族 枝叶扶苏的皇族 他们构成了北魏拓跋皇权的高大的防波堤 是他们一个巨大的一个屏障 所以南北朝的历史 就是南朝政权的最显赫的集团 文化士族 与北朝政权中最显赫的集团 军工贵族两方面的竞争史 那么谁将胜出历史会给我们答案 这是顾凯之的洛神户图 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江左文化士族的形象 这是北朝的陶友内蒙古发现的 那么鲜卑武人的这种形象 给我们的诗语人冲击 我想也非常强烈 在这种异族皇权 精工贵族和国人武装的政治体制之下 会发生什么呢 民族征服将造成一种政治张力 这种张力在制度化了之后 可以转化成一种政治能量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在北方政权之内 它就有更大的政治张力 但是它可以转化成一种政治能量 精工贵族和国人武装 对给皇权的支持非常之强 这也是为什么十六国以来 北朝的军事专制就高度 自初就高度强化的主要原因 东晋皇权的衰落 在于门阀士族的侵蚀 而北方的精工贵族和国人武装 支持了一个强大的皇权 在北方草原民族之中 存在着一种主奴观念 首领 皇帝就是首领 我作为他的部署 我就是他的奴夫 其实一直到后来 比如说辽金 元 都存在着同样的现象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北方民族史 对于中国历史一般进程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一般在少数民族入主之后 都会出现专制主义 极权政治强化的情况 辽金元是如此 清也是如此 比如说明初的专制主义高度强化 为什么呢 那是继承了元朝的政治遗产 五胡的士族组织 还带来了一种同胞的观念 和一种原始平等的精神 比如对国人来说 君主把他们看成同胞 要保障他们的利益 用君田制 来威信他们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种同胞观念和原始平等精神 提高了小农的地位 东汉 魏晋 豪强大地主制度的发展 以及 编户其民 沦为依辅农的情况 到了随着北朝的君田制 由此一举得以扭转 而北朝的君田制 又是从哪来的呢 和部落的原始平等精神 有着密切的关系 拓跋部 入赛最晚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士族之内的那种同胞观念 和原始平等精神 也得以给华北大地 以较深入的 较长久的滋润 不光拓跋族 拓跋的和先辈的本族人 被视为同胞 对他们实行君田 但是其他部落的人 如果归附于这个政权 那么也被视为同胞 也对他们忌口受田 我们看到在平成的时候 俘罗来的人 也对他们忌口受田 那么这样 小农地位下降 沦为依辅农 丧失自己土地的情况 就得到了改变 通过君田制 北魏又制造了 大量的自由小奴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三长制 通过租调制 重建了编户其民体制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编户其民体制的重建 是北魏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 在南北朝对峙的时候 从刘宋到南齐之间 江淮之间有几个州 最初是归南朝管的 后来他们的刺史全都投降北朝了 于是这几个州就落入北朝手里 我的老师之一 周一良先生有一份研究 研究显示 这几个州在落入北魏手中之后 几十年后 人口都有成倍的增长 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那么周一良先生就把原因归解为 北朝有军填制 有三掌制 有足调制 而江左皇权和官僚体制是比较衰落的 国家没有能力实行军填 对付不了那些豪强地主 没有能力把衣服人口 从这些豪强地主手里弄出来 在鲜卑异逐皇权下 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还有这种情况 江左政权是一个文化取向的 文化士卒占守卫 你是个文人 你的地位就特别高 受社会尊重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价值的导向 而北方政权是崇尚军功的 他推动了一种工地主义精神 因为北方民族他是这样 强者为王 谁有本事 起码跨墙打殿下 谁就是老大 我就服的 那么这种军功精神 在建立政权之后 就顺理成章的 转化为一种重事工的精神 所以军功贵族在面对世人的时候 他们将理直气壮的提出这样一个政治要求 什么呢 老子的名位是在战场上 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那么你们这帮文人 即使没有军功可称 你们至少也得在这个行政上有事工可称 才算公平吧 那么这样北朝政权 从十六个开始一直到北朝 就以一种发扬道立的精工精神 重振了一种工地主义 那么这也和江左形成对比 江左由于名士 他们主导了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你的文化成就 你能从事玄谈 你能写作优美的诗文 能谈佛 能著书 作史 这个是最受尊敬的 但是在北朝完全就不是这样 能治国平台一下 能骑马跨墙打尖一下 就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 同时军事传统也推动了法制的建设 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 因为军事组织和官僚组织 他们有相通的地方 就是极权制 法制 在这一点是相通的 刚才的北朝政治结构图宗 我们把汉族氏族画在这个位置 我们要显示什么呢 江左的门发氏族 他们是皇帝下最显赫的社会阶层 而在北方就不同了 这些汉族氏族 他们是被征服者 鲜卑皇权对他们的驾驭和意识 是他们无法抗拒的 他们只能兢兢业业的为政权效力 而且确实他们在北朝的汉化上 在制度建设上 在行政管理上 也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的贡献 所以南北尽管都存在着氏族 但是北方的氏族更为官僚化 更为官僚化 也正是为此 到了隋唐的时候 北朝的氏族依然能在政治舞台上 显示自己的存在 而江左以风流向上的那些 名流到了隋唐之后 就衰落不堪了 对于南北政治文化之意 很多史料都能反映出来 比如北朝人对江左有这样一个评价 江南有学业者多不习事物 习事物者又无学业 就是文化和政治是相分离的 但是北朝就不同 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述 这北朝崇尚法律 这个隋唐如临传 还有这样的话 近代左右邦家 贤取是于刀比 秦汉政权 最初是重用刀比利的 而这种文理政治在北朝居然再度出现了 吴生再次受到蔑视了 这也意味着和秦汉相近的那种 极权官僚政治正在全面的复兴之中 我们对比南北朝的史传 还能看到很有趣的现象 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印象 南朝的史传从上清谈 从上文学 所以在续人的时候 往往有这样的赞语 风神已简 雅游远运 慈彩求艳 善为文章 但是我们读北朝史传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崇尚着截然不同的东西 上军功 从立志 在美人习惯上用这样的话 武艺绝伦 有将帅之略 姓雄豪 功齐赦 降恋故事 有积案财 积案就是办公桌的意思 就是有行政能力 明恋实事 善于断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北朝崇尚军功 崇尚立志 这个南朝崇尚清谈 崇尚文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北朝功绩主义的复兴中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 就是普通知识分子在兴起 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横径授业之旅 便于相依 复及从患之徒 背着箱子到处求学 目的是什么呢 是做官 他们往往不远千里来求学 那么他们被使出称为复籍求患之徒 那么也就意味着王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通过他们的知识经过考核进入官场 那么这样士族门第对官职的垄断 就初步的被打破了 随唐科举之下 普通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 那么在北朝后期我们已经看到先生 而且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批门第身份都非常低的人 入履里之内七十为之 弃丧子之音动于千数 一个是数量之大 另外也是一个地位之低 进而我们判断 北朝政权必定是给他们提供了通过学习 通过经学来入世的途径 那么北朝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兴起 这就是随唐科举制度的先生 北朝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 在孝文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顶峰 从此北朝制度的发展水平已经不逊色于南朝了 学者甚至有这样的判断 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作的更好 这样一个判断非常重要 非常有意思 首先从法治上看 从冬季以下 冬季十六国以下 中国的法学的发展也分为南北两系 但是北朝的法学明显的优于南朝 尽管这个法学的渊源是从秦汉来的 但是鲜卑政权下的法学居然比华夏政权发展的水准更高 魏律和齐律号称取经用红 承此伟业 在中国法治史上是一个成上其下的一个伟大的事业 这是陈英雀先生的评价 取经用红 承此伟业 这个唐律号称东亚法律之准则 它的影响超出了中国政权 甚至波及了日本越南和朝鲜 但是唐律体系的渊源是哪呢 不是南朝而是北朝 是从鲜卑政权发源的 有的同学可能认为 南朝文化发达 那么科举制应该是源于南朝的 不过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并不全面 为什么呢 南朝士族的文化虽然很发达 但是如果从国家考试通过公平竞争来做官的话 北朝比南朝绝不逊色 北朝的考试制度非常发达 我们知道考试制度在文官制度中 是一个高级形态 也是现代文官制普遍采用的 北内选拔御史曾经有八百人参事 北提选拔东西省之官 有两三千人参事 如此之大的公务员考试 不仅是魏晋江左政权 绝对看不到的 甚至是秦汉以来所没有过的 三千人参加考试 竞争三百个公职 这都给人强烈的印象 它让你真正能看到北魏政权的活力 此外考课制度也明显的北优于南 南朝由于四中门法的原因 他们居官无官官之事 楚氏无世事之心 那么皇帝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没法用考课来要求他们 但是在北朝由于公地主义 公地制度的复兴 考课从校文帝以后 就成了经常性的制度了 此外在监察制度上 在官阶制度上 北朝都有优于南朝之处 学校制度呢 隋唐的学校制度 源于北朝 而不是源于南朝 隋唐有六所学校 他们是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绿学 书学和算学 这六学体制源于北朝 而不是源于南朝 此外 北周的辅兵制 改变了北魏后期军人地位下降的趋势 北魏的军前制和三长制 重建了边护其民体制 我们看到 十六国到逐渐的汉化 到了校文帝之后 北魏的官僚政治全面的复兴 尽管东西魏一度出现了胡话 但是胡话和汉化 我们需要这样认识 他们其实是彼此交织的 尽管东西魏政权都来自六镇 带来了胡话的倾向 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说 东西魏政权的建立 意味着六镇 一大批处于鲜卑化状态的人群 他们开始了新的汉化 是不是 尤其是北极和北州的制度建设的成就 你不把它理解为汉化 你就已经没有别的解释了 北极和北州的汉化和制度建设 都取得了巨大的 重大的成就 下面我们从南北实力的此消彼点上 也能看到一个历史的最终归宿 这个在刘宋的时候 江左的人口大约是500多万 在到了南朝的末年 这个陈朝的人口只有250万了 还没今天的海淀区人多 而北朝是什么情况呢 有的同学可能会这么想 进入十六国之后 一定是北朝一片 十六国一定是一片兵荒马乱 北方的人口一定是凋零不堪吧 其实不是这样 进入了汉兆 北方的人口就再度呈现上升趋势 比起魏晋来说 十六国政权改变了它人口不断的下降的趋势 这个可能会让大家惊讶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十六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军事专注皇权 它支撑了一个有效的官僚行政体制 所以国家有强大的能力 把编户给登陆到户口上来 就实际的人口可能是一个问题 但是社会上有大量的浮浪人口 朝廷没法控制 豪强之下有大量的隐匿人口 那么国家也无可奈何 可是北朝就不一样了 前一年的时候 北方的人口达到了998万 超过了同期西进统治之下的人 此地的同一地区人口的一倍还多 魏莫的人口达到了2500万 这个数字是陈朝的十倍之多 所以南朝是没有历史出路的 它以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强大的北方抗衡 几乎就是以卵击石 到了北朝周期的时候 北方的人口合计可以拿到2700万 那么历史将从北朝走出低谷 通向随唐盛世 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了 最后我们谈一谈南北地位和时代出口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阐释 学界的两个观点 一个叫南朝化理论 一个叫北朝主流理论 所以南朝化的理论是武汉大学以顾教授唐掌卢先生所提出的 唐掌卢先生是我非常尊敬 非常佩服的一个学者之一 他的南朝化论意思是这样的 五湖的入主是北方封建社会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从而和继承汉末未尽的南朝出现了明显差别 南北出现了重大的差别 但是进入隋唐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变迁 就是唐代的变化都是往南朝的那边变 唐代发生的若干变化是对东晋和南朝的衔接 对这样一个趋势 他称之为南朝化 他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 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不必要的曲折而已 那么他对南北各自的历史地位给出了无下的评价 唐掌卢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 他是言之有据的 首先从经济上看 带有北方部落氏族色彩的君田制 进入唐代之后逐渐的瓦解 大土地制度继续发展 那么就中国封建经济的宏观趋势看 大土地所有制是他的长时段的一般规律 这个唐朝逐渐实行了两岁法 逐渐实行了折纳合固之法 这个也是上升南朝的 因为南朝的商品经济更发达 所以他的税收上货币化也更为明显 在文化上就更明显了 唐初以来的文化发展 无论从诗文说 从经学说 从书法说 从佛学上说 都是南朝绝对的征服北朝 在兵制上 南朝实行穆兵制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形式 而来自北朝的辅兵制 到了唐朝逐渐就衰落了 辅兵制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部落兵制 是国人武装体制 那么唐长卢先生 就以经济文化和兵制 三方面的证据 证明了在唐朝以来 出现了一个南朝化的趋势 但是对北朝的历史地位 有另一派评论 钱穆先生指出 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 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 那么钱穆先生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了 因为他一生写的著作非常之多 到处都是 一本就一本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 很多同学大概都看过 他认为 魏晋南北朝 相当于秦汉来说 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但是病的主要是文化病 而且南朝这个病 比北朝重的多 因此新生的希望 亦在北朝不在南朝 这就提出了一个论点 新生的希望在北朝 我的老师田云静先生 有一部名著 叫东京文化政治 我讲魏晋南朝史的时候 主要就是在阐释 我的老师田云静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去翻一翻那部书 那是史学名著 在这部书的结语的部分 大家能看到这样一段话 从宏观来看 东京南朝和十六国北朝 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 其主流必定在北而不在南 类似的看法 很多学者也有 比如北大考古系的苏敏奇教授 他说五湖不是野蛮人 是牧人 他们带来的有战乱 还有北方民族的 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 北方草原民族文化 是极富生气和极为活跃的 他们为中华民族 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 那么这又是一种看法 我有一个师弟 也出自田云庆先生门下 后来到了武汉大学 给唐长卢先生做助手 后来我就说的 你是一扑二主 你原先的老师田先生 主张北方主流 你现在的老师唐长卢先生 主张南朝化 你是居建 有点走为难 但是我这是一个开玩笑 为什么呢 形式上看南朝化 与北方主流 是对立的两种观点 但是呢 实际呢 他们可以并尊互补 所谓的南朝化 我认为本质上是什么 就是汉化 对吧 就是汉化 它证明了一个一般现象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中国文化的跨王朝传承 那么甚至入赌中原的 各个少数民族 他们最终也要归结于汉化 那么同样 假如我们使用南朝化 我们可以说 这个辽金元的时候 以及满清的时候 也有南朝化 也有同样的 类似的事实 那么北朝主流呢 它提供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视角 什么视角呢 就是说 它显示南朝化理论 有一个缺陷 缺陷就是把北朝 看成中国史上 一个不必要的曲折 而北朝主流论 它展示了一个事实 这个在魏晋南美朝 这个帝国的低谷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入主 成为帝国体制 官僚政治 重新振兴的一个契机 那么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主 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 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曲折了 那么为什么少数族入主之后 它有一个振作政治 振作官僚政治 振作极权专制之功能 刚才我也给大家一环一环的 加以分析了 我想大家记忆犹新吧 从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 从南北的不同政治结构 从鲜卑异族皇权的特点 我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 一个一个的 一项一项的做了分析 那么也就回归于 我在今天课的开头 所给大家阐释的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 理解北方民宗史和中国史的关系 那么南方传承中国文化 北方振作中国的帝国体制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 北方的文化就一无可取 南方创造的文化遗产 肯定更为灿烂 是中华文化保护宗 不可缺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北朝也不是毫无可成道 下面我也举些例子 就是我们多少 也得给北朝一些肯定 比如在北魏 有黎道元的水晶柱 是世界地理学史的名柱 比如北魏甲资学的奇名要处 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名柱 这样的与国际民生相关的巨柱 在江左南朝都没有出现 这也反映了双方的政治文化 和价值取向的重大不同 我有一位同事 古宝国先生 他对这个时期的地理诸作有所研究 他发现北朝的地理诸作 往往和国际民生相关 南朝的地理诸作 类似于游记 哪的风景好 哪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适合于门发士族的情趣和追求 那么像水晶柱 奇名要素 这样的分量的文化 学术著作 证明了北朝不是一无可取 对吧 大家看到的这幅形象图 出自北魏校长二年 它显示了北朝的千文学 所达到的水准 大家看到的绚丽多彩的 北齐瓷 显示了北朝 工艺美术 所达到的水准 大家看到的大同云钢石窟 显示了北朝 雕塑艺术 所达到的水准 类似的石窟 还有很多 不老我一一给大家介绍 这是太原王国村 北齐楼瑞木的壁画 他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不亚于东晋的名家 这是五官出兴图 苏炳吉先生 把楼瑞木的壁画 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 这是2000年太原王家封村 发现的北齐徐显秀墓的壁画 这个壁画它就出主之后 建了空气之后 不久色彩就没那么绚丽了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幅 是比较早的拍的 它的色彩还是非常之绚丽 确实是非常精彩 北朝的书法艺术 这个用不着多说 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 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卫碑 卫碑艺术 对吧 北朝的名碑非常之多 这个北朝的乐舞 那么也丰富了 华夏的乐舞 乐舞历史 大家看到的是 这一幅北周十湖中的西域乐舞 这幅是北极慈湖中的胡腾舞图案 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啊 都是非常能歌善舞 所以他的音乐非常之发达 而且对隋唐的音乐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看看 隋唐帝国的国乐 就是九部乐 燕乐 这是来自汉位的 青商是来自汉位的 可是大家看看随后 西梁乐 天竺乐 高丽乐 秋辞乐 安国乐 舒勒乐和康国乐 都是来自境外少数民族 是吧 这充分显示了什么呢 隋唐帝国的一个世界帝国形象 他博大 开阔 是充分开放的 他能把境外的各种文化的精华 都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系统上来 把它作为国乐 他也没有具有的拥有我们的国格 是吧 这就用鲁西先生的话就是什么 用博大的气阔就是拿来主义 为我所用 这和汉朝很相近 鲁西先生曾经说过 汉朝的那些装饰的文样中 什么葡萄 木须都是西域来的 当时就觉得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拿到我们边来 这就是我们国力强大 我们的文化身后的一个 有自信心的象征 当一个民族他开始排外的时候 也就是他最缺乏尊心的时候 北朝的戏剧艺术 在中国戏剧史上 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 在先秦的时候 诗经处词 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但是从戏剧上来说 没法和古希腊古罗马相比 是一直到元明清的时候 元明清的时候 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个事实也很有意思 我想中文系的同学 也许能给一个好的解释 但是说到中国戏剧 它和北朝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后卫有参金戏 北齐有歌舞戏 那它在中国的戏剧史上 这是它的源头之一 北极的歌舞戏 《蓝陵王入阵曲》 那么也是影响非常之大 直到唐代还经常在宫廷中演出 就是这蓝陵王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王子 但是他面貌又非常清秀 像个女孩子似的 他觉得自己这样下不住敌人 于是就做了一个假面具 很猙獰的戴着打仗 所以蓝陵王又名大面 大面就是假面的意思 后来这个歌舞戏传入了日本 在日本变成了雅跃蓝陵王 但是已经变得比较树木庄重 失去了那种豪迈开放的 豪迈钢剑的那种气势了 1956年 中国一批京剧艺术家访日 那么日本的艺术家 以蓝陵王的面具相赠 日本的艺术家 他们有一个愿望 就是有一天 能够在蓝陵王的墓前 演出这个蓝陵王 这个愿望在1992年得以实现 他们听说河北辞县 发现了蓝陵王墓 要求来此演出 这就是当时的场面 这个尽管南朝的文学随准 绝对的高于北朝 但是文学史 大家朝道行先生的研究显示 南方的文学至沉而衰 北朝的文学到隋代 开始反朝南朝 南北朝的文 南北朝的文学 呈现了明显的差异 比如南朝的情歌 大量的利用谐音 表达那种缠绵翡涩的情感 比如用蚕丝的丝 来谐音 思念的丝 等等 村谈不应老 昼夜常怀思 何夕未去尽 缠绵自有识 这是非常之细腻 精巧的 但是北朝的情歌 和南朝就大不一样 北朝的哲量 杨首歌词是这样的 门前一株枣 碎碎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 哪得孙时报 显示了北方女子的爽老 大方 中国文学到了南朝的时候 走进了迷迷之音的死胡同 讲究生律出现了所谓的宫体诗 都是一些迷迷之音 甚至皇帝也写作这种宫体风格的宴情之诗 比如梁武帝 梁简文帝有一首 永内人重眠 就是他妻子白天睡大觉 北窗辽旧枕 南沿日卫霞 攀钩落起杖 插力琵琶 梦笑开胶夜 棉环鸭落花 殿文声欲万 香汉诗红沙 夫婿横香半 墨雾诗昌家 同学们喜欢这样的诗吗 这个诗的特点 就是用描写妓女的笔调 描写妻子 是吧 夫婿横香半 墨雾诗昌家 写得极其柔靡香艳 色情的色彩 非常之浓郁 而且这样的东西在南朝 不是少数 有窃本 昌家女出入魏王宫 永济女之时 南朝的文人 是他们习惯性的话题 有知君自当者 那一窃亦昌家 我知道你是个花花公子 可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吧 到了陈后主 陈后主的时候 什么后庭花之类的 都被认为 后人认为是亡国之音的 培根有这样一个论述 当德性在生长的时代 兴起的艺术是军事的 德性在昌盛的时代 艺术是最欧的 德性在衰落的时代 艺术是奢侈祥乐的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 很适合南朝 那么北朝的 唐代的进体 是在技巧上 肯定是继承了南朝的 但是北朝的文化 对隋唐诗歌 就没有贡献吗 唐诗刚建的风骨 宏大的气魄 是上成南朝 还是上成北朝的呢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留给大家课下去探讨 我们看唐诗中 也有些刚健雄烈的 王为之师 少年十五二十时 步行夺得狐马骑 比如李白的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这种崇尚精工 尚武的精神 是否与北朝 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呢 另外像唐代的边塞师 也非常悲壮慷慨 他与北朝的文化精神 也许有更多的契合之处 大家都知道 王博的明篇 这首诗中 最有名的 最精彩的句子 大家都知道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彼林 尤其是结尾 是一种乐观昂扬的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占君 这是非常开朗 豪放的一种境界 但是这样一种精神 其实也是源于北朝 请大家看 严实嘉迅的一段话 江南见诵 下气言离 江南人血离别 一定的哭 朋友分手的时候 不掉一番眼泪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北间风俗 不屑此事 其路言离 欢笑分手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 和这个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占君 显然有一种 内在的相中之处 此外 木兰诗中 更有大家熟悉的句子 我们看看南方人 写女子 是吧 就是梁简文帝那种诗 那种香艳 柔迷的 北方 这完全不同 有一种草原上的扩大 清新气息 万里富荣基 观山杜若飞 塑气 传金拓 韩光 赵启一 将军百战死 壮士 十年归 确实给人一种 大爽英姿之感 有一位革命烈士 叫王若飞 大家知道吗 他就是特别喜欢 木兰师宗 观山杜若飞 这一句 所以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 沃飞 在南北朝时期 中国出现了一个 民族大融合 唐初的人口 大概有两三千万 其中至少有六七百万 是来自少数民族 甚至 李唐皇室 都是如此 杨隋的先是杨宗 来出自北州 出自武川镇 就是出自六镇 曾经被次姓为 普六儒氏 我们今天叫的杨宗 史书宗 把他叫普六儒氏 你们看到这样的说法 管他叫普六儒 隋文帝杨建的小名 叫纳罗岩 娶了独孤信的 第七女 独孤信 独孤氏 是匈奴的姓氏 或者说鲜卑的姓氏 对吧 长子杨勇 小名县帝伐 隋杨帝的小名阿摩 三子杨俊的小名阿治 这些应该都是鲜卑名字 这个李唐先是也是如此 首先出自武川 来自六镇 那么在李唐的祖先宗 据陈英雀先生所考 由李出国拔李买德 这样的名字 显然是胡名 这个李渊的 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炳 娶了独孤士 那么大家说 到了李渊这 他身上 至少有二分之一的胡人血统 对吧 他娶了独孤信之类 那么李渊的窦皇后 窦氏来自河窦陵氏 这是刚才给大家说过的 那么他的儿子李世民 就有四分之三的胡人血统了 李世民的皇后是长孙氏 长孙氏来自巴巴氏 这也是刚才讲过的 那么在李治世上 要多少哈人的血统 也就可想而知了 甚至理学大师朱熹 都有这样的话 唐元流出自遗迪 故闺门失礼之事 不以为意 他女人是比较开放的 比较自由的 在北朝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北朝的那个妇女 地位特别高 严实家训就记载了一情况 就是在那打官司 替儿子求官 在家理财 什么事 全都是女的 而这女的 这个北朝的 北齐的女子 对丈夫管内特别严 一刀史料显示 说北齐的官僚 贵族 很少娶妾的 原因就是妻子太厉害 史书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 陈英雀先生 通过李唐氏族的问题 做了一个隐身 发了这样一段议论 李唐一族之所以决心 盖取塞外野蛮惊悍之血 注入中原文化 颓废之躯 旧染祭除 心机从起 扩大徽章 虽能别创空前之事局 那么陈先生的这个阐释 也是支持北朝主流论的 支持刚才我们的一个论断 就是少数民族的入主 这种尽管民族冲突 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但是民族融合 毕竟浇灌出了这个文明之花 成为隋唐盛世的先生 别创空前之事局 最后我们做一个小节 观察北朝史的学者们 往往引及恩格斯的这样一段阐释 恩格斯说 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给垂死的欧洲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 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 他们的士族制度而已 的确只有野蛮人 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 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在若干研究北朝史的著作中 很多学者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概括了总结我们的观点 隋唐中华民族的复兴动力 来自北朝的民族融合 就是在隋唐之时 中华民族有一个重大的变迁 就是数百万少数民族 融入了汉族 当时的两三千万宗 大概有六七百万是胡人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的北方人 也很难说我们自己 就没有北朝血统 这也很难保障 尤其是北方人 这个时期出现在 中国社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了 那么隋唐专制官僚体制 帝国的复兴动力 它出自北朝的民族压迫 民族冲突和民族政府政权 具体的阐释 请同学们参考我的一本书 就是《播风与播谷》 刚才在本课开始的时候 我提示了大家这样一点 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巨大的波荡 变态的时期 但是它发展的轨迹 逐渐又回归于它的历史中周线 那么它的动力 它的原因 制度和文化 是如何又度过了这一轮的变态和曲折 而回归于它的中周线呢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一讲 希望给大家提供限制 好 谢谢各位 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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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